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坚持理论实践并重的教学原则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第二 我们坚持对性化学习和个性化教学服务的原则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学习 同时我们通过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来做一些作品 来做一些设计 最后通过实践我们来看教学的目的和环节是如何来进行 在考核方式上我们通过实践教学 每个同学或每个小组经过做一些实验作品 通过教师的评比和大家的评判 占到整个考试成绩的20% 第二 平时作业成绩和大家讨论 我们占到整个考核成绩的30% 最重要我们是要通过闯光考试 占到整个成绩的50% 一起作为我们最后的考核成绩 这门课程在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上 我们通过实践教学 使所有学生全面了解3D打印有关的科学问题 初步了解增材制造方法论的一般规律和方法 拓展机械制造工程在装备制造应用领域的认识 了解制造装备的实现 离不开制造工艺的实现 从增材制造学角度 引导学生认识装备 认识设备研发 从所设计的各个领域知识 比如控制理论 信号采集理论 和图形图像处理等相关知识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具备开发设计性能良好的一些产品 具备在市场上具有创新竞争能力 为学生在实践工作当中奠定良好基础 那么整个教学团队 是以西北工业大学机械电工程 汪延恩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 王树霞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 研究所副所长 狗炳辰博士 一起组成教学团队 那么其中 其中我们会通过 邀请一些专家 比如高校企业的一线专家和学者 与大家进行见面 互通 进行讨论学习 那么3D打印这样的技术 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发展于本世纪初 在2012年 悄然成为科技界研究热点 英国著名杂志 经济学人报道称 3D打印将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著名的科技杂志连线 10月刊则将3D打印改变世界 作为封面进行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国情资文演讲当中强调 3D打印技术 有可能革命化改变人类制造模式 几乎可以完成未来所有产品 中国正处于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重要时期 同传统制造技术相比 3D打印技术 或者叫增材制造技术 能够让设计师很大程度上 从制造工艺装备的约束当中解放出来 更多的关注产品的创意 创新 功能和性能 因此3D打印 或者叫增材制造技术 对于增强我国制造业 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D打印技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 已经在航空航天 汽车模具 生物医疗 电子制造 建筑 军事 汽车等领域初见端倪 这就是一个3D打印技术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3D打印 是如何发展 以及它的一些历程 和我们更加关注的一些技术 谢谢各位同学